对面开龙阵 还是开龙 我们这次化身 追求一下抗性 发现没有 化身没有变半珠 就怕人家偷点化身 他还是一把国标 大唐加神木林 我们上来也是先做防守 打得比较稳一点 普玉凌波 就怕对面上来就点 小死亡挂 果然对面就是上来点 这把普玉凌波起的 还是非常到位的 我靠 起了普玉凌波开刀 还有那么多 这堂上伤害真的高 顶个大金给女儿村 金九三秒 弹了个假 法联了 再给女儿村顶个大金 还有善恶 还是死 他这个冲法是真的太凶了 顶不住 不过也是我们 确实也脆 普玉凌波的效果是 本回合内受到的 所有伤害减50% 但是造成的伤害也减50% 应该是50% 这个数值 我没记错了 他这个上古灵浮冰冻 怎么那么能动呢 大金歪了 那没办法 你大金肯定是顶给女儿村的 其他人倒地 划过两回合 对吧 两回合之后 小死亡吸过来 还能扛 但女儿村不能倒 对打对面也是50 就是你造成的伤害也会降 但这个只持续一回合 而且这个东西的冷却时间是 150回合 他身上的盾是不是被砸掉了 砸盾 还好是扇暴 扇暴贴了5000多 一个人一场战斗 只能用一次 意思就是 嘿宝宝还神 有点晕 还行 顶住了 这个不用佩戴 这个直接用 我感觉要接罗汉 这种局不能金钦 其实是应该接罗汉 你金钦了防的一回合 接下来其他人还可能被点 但是接了罗汉之后 他这波带去灭 还有他神木灵的单点点杀 差不多就能够废止 就算女儿村这把倒地了 其他三个人血量还行 罗汉直接上 而且女儿村其实也不会倒地 当我没说 这无魂一丢就铁 抓了一把 对面大堂七也瘦了 你这种局肯定是罗汉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 没什么悬念 再顶大金 OK清掉了一个善恶 还是压女儿村 但是有了罗汉之后 那就好藏多了 化身磁心小爽吸过来 但是你要注意到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 化身贴女儿村 贴掉了五千多血 神木灵幼苗 对面很有可能 趁此机会偷点化身 这个必须要小心 他点到化身之后 才能够有连点的更好的节奏 不然是很难连续点啥的 话说我们这个普罗 还没有起怜心建议 其实拉起来之后 可以考虑自己上个灯 他当时上的灯 还没有很大的 这个降 降之疗的效果 还可以 化身也启顿 一把金轻 解消死亡回口血 再套紧箍咒 给神木灵 还就是扫女儿村 硬扫 先扫死再说 经济五再来 这哥们封灵也不存了 拉起普陀 给化身的顶个大金 再给普多顶个大金 防守师 普多拉起来给自己点个灯 对吧 这个都没有毛病 因为他没开连台 不是他没开那个 他没开连心 开连心建议的话呢 点灯可能只能点六百多了 你 没开的话 给自己点个灯 还是有点效果的 流沙的效果是降愤怒 降百分之五 碎于化身 不让化身回血 化身直接走了把金轻 回口老血 地府再毒继续回血 电仓海开始打五行 电仓海一下就达到了 我们普陀也开连心建议 小索王再点普陀 落宝直接砸盾 大索王把虚血抠掉 直接喂五龙 漂亮 知道你包点 直接喂了个五龙进去 那这样对面白点 而且对面大藏的五行 还被砸到了 一波里皮开始皮带虚迷了 手师 他是跟的 没有手师 这个五龙未进去 没有毛病的原因是 就算他的神木灵 不是单秒的 他起码也会取秒 取秒也会秒到 对不对 其实的确点这个普陀的面是很大的 那女儿孙走一把金青 其实也可以不金 就是罗汉 赌 但这样子会赌一点 因为金青最好可以防小索王 如果你是罗的话呢 万一对面投铁 他依然小索王挂过来了 那就比较尴尬 金青最稳 金掉 人给大唐顶大金 化身再活血 别人心 黄泉之息抓一把 普陀再给个五行法术 我下去 秘术倒地的还是 那完了 小索王挂 挂的是谁 挂的是这个地府 大唐起不来 这里神木灵 再怎么超级暴击都暴不死 又没有封灵 再顶个紫星玉露丸 立皮接着皮乃须弥 普陀曼苏拉起 再顶个大金 防守师 普陀拉起 电三还跟了一下 怕跟不死 化身可以继续回血 现在就对面一个单神木灵 地府应该够怒接罗汉了 地府接把罗汉 化身褪褪血 应该没问题 碎玉了地府 不让他挂小死亡 碎玉了化身 不是地府 碎玉了化身 地府走金轻 就是不接罗汉 他这五行怎么一打 他打神木灵 确实应该是先用日光滑 这个不是命起好 打神木灵 一般都是先用日光滑的 因为 神木灵有一个经脉 是当你的武器和衣服的五行 都是目属性的时候 伤害会增加 很多神木灵都点这经脉 所以你优先用日光滑去 试五行的话 是更划算一点 这是一个常规套路 小索王挂大糖 点大糖 1700 这次紧箍咒 能够1700了 挂神木灵 点神木灵 一个日光滑 没了 神木灵下去了 对面是刘西河 这女儿称都喂出药性来了 他大糖估计要大爆见点了 也不解不行 女儿称如果喝酒的话 小索王挂不上去 其实说穿了还是开鸟阵比较好 这种局一般带几个武龙 你说打对面 带几个武龙 我觉得两三个差不多了吧 一般来说 你知道打国标的话 你武龙不用带很多的 差不多就三个差不多 你要觉得不稳带四个 因为这种队伍 你蓝药要带很多的 一个是怕女儿孙 速度被抓下来 一个是你化身得回蓝 而且这个队伍 没有武装能回蓝的话 蓝量还是很吃紧 你要是以前那种 普陀地府的阵容的话 你根本就不需要带很多 不需要带很多蓝药 变藏海 变藏海再来 下去 两叔叔全部消死亡倒地 呼噜猪粉丝团 他们还有这粉丝团 对就是对面 刚刚十九回合 干了紫荫城 死因人开局就在翻盘的路上 我靠你这些人讲话 怎么这么暴力的 七宝解下无魂 为什么我们这次紧咕咒 能估1700了 这也太可怕了吧 人家紧咕咒估1500 我们估1700多 延长小死亡 其实上一把我们的紧箍咒 还是用的那个 还是1600多 这次就1700了 对面现在已经没法打了呀 只靠宝宝输出奔本 搂不死人 更新了八级瑞布 但我说的是 他上一场是1600多 这一场是1700多 这就很奇怪了 有毛病啊大哥 小区里不能鸣笛 神经病 紫荫东来 一个手摁下去 还没摁出血来 对面 紫棋东来就是门派必杀技 每个门派都有一个克制的必杀技吗 化身克普陀的紫棋东来 如果打中的话能掉70%的雪和蓝 那神检药其实也大可不必 现在药都是免费领域 必杀技可以用愤怒药袋减消耗 所以它只要120就够了 就是相当于放一把大特技 而且这个技能其实它是算特技的 虽然它放在法术栏里面 也就是说你贴它失心服 你封它这个叫女儿村的这个封 它还是可以用出来这个技能的 但是你封它特技它就用不出来了 这个是个很奇怪的点 事实上使用特技 使用愤怒的法术技能有很多 比如女儿村的睡运动影 方寸的顺势而为这种经脉技能 其实这些都是使用愤怒 但是呢又是法术 就是你被封了法术不能用 而被封了法术还能用的 又是消耗愤怒的有什么呢 比如武装的这个青蜂王月 比如磐斯的这个落花成 那这个又是属于特技的 所以老的技能和新的技能的设定 之间存在着一些小小的误差 就导致设定模糊了 我就觉得 那些要蓝 谁告诉你要蓝的 碎玉弄影又不要蓝 顺势而为也不要蓝 那些都不掉蓝 想啥子 对吧 落发和清风是放在特技里的 哎 行吧行吧 你们说要蓝就要蓝 好吧好吧 大家各自保持着各自的观点 哎呀 我实在蓝的潮了 嗯 有图就好啊 谢谢啊志兄 算了 你有图也没用 因为 就是歪着脑袋 自己随自己说了算的人呢 是一般来说 是不太会愿意 这个接受别人的观点的 所以我干脆就 不说就行了 那 我是知道的啊 给大家看一下吧 也是 因为什么呢 经常以前打全PA赛的时候 比如说 啊我女儿被破碎 没蓝了怎么办 我说你没蓝了 有没有怒啊 你有怒先用 把碎域下巴 我给你顶蓝 对吧 那这样就不影响了 我经常这样子 大家打PK 那没蓝就碎域了 碎域又不要蓝 只不过服战破碎 现在带的人不多 全民带的多的是 杀天刚性的天威星 第一回合 女儿可以碎域 其实我并不懂 这个天威星的特点是啥 所以你跟我说天威星 我好像并不懂 她是第一回合 她会把你的蓝打空 还是什么 这样呢 这么恶心 那这样的话 女儿可以碎域 方寸可以顺势 对吧 这个都可以 主怪一速打全体来 我们就破学点一个物理怪 这都是套路 只要懂套路 就没问题 对 对有CD 它上面有显示吗 五回合吗 把把用 那还得了 好 打了17个回合啊 还可以吧